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许安排 今天我们又要试试一下试试 来教大家如何正确地把背上压 前膀后腿都空白 往后就是前面的一种 所以要注意四个点 放出四个点是两个肩膀 放四个点 对着自己的正前方 对 所以每个人把肩膀胀收回去 然后要注意我们看的时候 这样是正开的状态 所以想后跟状态 然后膝盖要伸直 底下 主一腿要站着 然后上去手 就起来 下来说一下 下来说一下 后背往上往远先去 手保持三个手 然后后背 到你的脊椎要挖上的头表往下 这样是往远的 然后直 起来也是 好 可能把手套子转开 小时跟跌一 一 二 三 三 五 六 起来在最中心上 二 三 四 然后手 同肩背 打开 背中间 一 三 起起来 好 往远 保持转开 下去 一 来 那这是我们这样的前方 这个肩膀胀 然后现在我们直接转到 螃蟹面子对正前方 转到螃蟹 螃蟹就是四个点 正中的对着正前方就可以了 然后注意 是相反的手打三位 来 好 一起来伸直 同时拉着光 但是不要动开了 端然肩膀肌肤也不要这样掀起来 把你的胯肌放松 断开了 然后整个腰往上拔起来 好 同样的走 好 后背拉 往前处拉长 然后起来 一起来 好 你刚刚就打开到脸 从边开始 好 看在右手上 蹲一 二 好 三 三 四 最不一的时候 在这个肩膀肌上的 蹲 站直 蹲 站直 后背拉长 脚到三 背折的 往长方远 下去 然后起来 三 肩膀保持住中间 从一臣的进肩膀下 去 起 来 两根刀一样的刀 然后二根刀到他的身躯 三脚开了 起来 那就是一样 好 现在我们到后腿 好 约转 重心一定不要偷 七位手打开 注意后腿的时候特别容易插腰 所以一定要把脚步提起来 对 从这开始 领先上 好 看着右脚手 别蹲 一 二 三 四 后腿就开了 五 六 起 把肩膀脚脚下去 回去提起来 来 站直 好 放肩膀脚下去 放肩膀脚下去 好 放肩膀脚起来 起来 站直 好 我们再下腰 五 七 两 开 好啦 这就是把肩膀脚 正确的压力方法 有什么朋友们 赶紧一起来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